嗨 小朋友早安 哇 今天葉子老師也來上班 然後呢 上班的時候 哇 葉子老師就經過我們的小農田 我們右眼角前面是不是有種了很多新的東西 對不對 喔 沒錯 然後呢 你們吹一看葉子老師今天早上 發現我們的小農田裡面長出了什麼 蝸牛 不是啦 我們每天都有照顧我們的小農地 尤其是蜜亞老師 蜜亞老師都會幫我們的小農田澆澆水喔 結果呢 你們就長出了一個 哇 好圓 好大的東西 是什麼呢 你們一定都有吃過 今天我們的小農田有一個 哇 有沒有看到 好大的番茄喔 對啊 今天葉子老師就當小農夫 然後呢 葉子老師就採了一顆小番茄 哇 哎呀 但是呢 這個是剛長出來的番茄 那葉子老師先帶回去吃吃看 那等我們以後開學的時候呢 哇 我們搞不好 我們番茄就會變得好香好甜 不會像這個剛長成熟的番茄 都有點綠綠的對不對 葉子老師先來試吃一下 好 今天葉子老師上班發生有趣的事情喔 我們的小農田一直在長水果耶 好 那小朋友早安 今天呢 我們要做什麼事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喔 好 一樣拿出我們的課本 我們今天要準備上千筆的筆畫課 好 那我們先從小班同學開始囉 好 那請小班同學幫我拿出這個課本 好 然後呢 翻到第九頁 好 翻到之後呢 哇 你會看到好多小動物喔 哇 這個啊 是一個獅子先生 獅子先生呢 哇 他今天要出去喔 然後呢 他要去找誰 他要去那個 找山羊 山羊小姐剪頭髮 你們看 山羊小姐在幫忙剪頭髮 沒錯 欸 但是呢 獅子先生的頭髮怎麼不見了 哎呀 你們覺得這像一隻獅子先生嗎 小班同學 不像對不對 那我們的獅子先生 我們的獅子應該要送他什麼 什麼樣的頭髮 要送他直直的 還是捲捲的 你們覺得是直直的還是捲捲的 獅子的頭髮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嗎 好像不是齁 這樣有沒有很像貓咪的鬍鬚 對不對 所以獅子的頭髮應該要畫 哇 小龍捲風 然後畫在哪裡 畫在這邊對不對 喔 沒錯 請小班同學 幫拿蠟筆 好 然後呢 畫龍捲風囉 哇 在獅子的頭 畫上龍捲風 哇 就會變得好像獅子的頭髮喔 哇 有沒有看到 請小班同學拿出蠟筆 可以畫龍捲風喔 畫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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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畫 好 畫好之後呢 哎呀 你可以幫獅子先生設計一個髮型 你說你的獅子 你的獅子先生要畫畫什麼髮型 畫包包頭好不好 你就可以在這邊 繼續畫那個 繼續畫包包頭 畫一個龍捲風兩個龍捲風 還是畫 蘋果頭 蘋果頭好不好 畫蘋果頭 你就可以在中間 畫一個超級大的龍捲風 對 你要圖滿滿喔 龍捲風中間要住滿滿喔 有沒有看到 蘋果頭 好 哎呀 這個獅子先生呢 他的頭髮亂糟糟的 頂著一顆蘋果頭 要去麻煩誰幫他剪頭髮 對 山陽小姐 好 那請小朋友 幫獅子先生設計 設計一個 哎呀 亂糟糟 需要去給山陽小姐 修剪頭髮的髮型 好嗎 要畫多一點喔 你看像葉子老師畫這樣子 你要畫幾根就沒有了 山陽小姐看到會說 獅子先生 你的頭髮那麼少 我要怎麼幫你剪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畫多一點 好 小班同學可以試試看喔 畫好之後呢 你也可以拿其他顏色 繼續畫 我的獅子先生的頭髮呢 可以有兩個顏色 對不對 蛤 哇 這樣有沒有更帥氣 也是可以喔 就交給小班同學自己去設計 蛤 你設計好獅子先生的髮型之後呢 接下來獅子先生結束了 接下來翻到 一樣也是第九頁 好 下面有 哇 下面有好多隻梅花鹿喔 欸 但是怎麼長得有點像狗狗啊 這隻梅花鹿 欸 那這 這隻梅花鹿 怎麼少了鹿角啊 所以呢 又要請小班同學 幫這兩隻 那個梅花鹿 頭上貼鹿角喔 好 所以呢 現在要翻開哪裡 貼紙的那一頁 對不對 好 有沒有看到鹿角在哪裡 好 把它撕下來 把貼紙撕下來 把貼紙撕下來 你可以先一樣黏在手背上 你可以自己練習慢慢撕貼紙喔 好 四張鹿角都撕下來之後呢 就可以翻回來梅花鹿這邊 第九頁 好就可以幫梅花鹿長鹿角囉 長在這裡好不好 老師 這個又不是草 這樣梅花鹿不就吃到他自己的鹿角了嗎 哎呀 那小朋友 請問要貼在哪裡啊 貼在這裡 貼在這裡好不好 貼在這裡 貼在這裡好不好 這也是一隻鹿啊 哇 這樣這隻鹿可能頭會太重 就跌倒了怎麼辦 這個腳這麼大 是要送給哪一隻梅花鹿的啊 沒錯 所以呢 我們要把梅花鹿的鹿角 貼在前面這兩隻 好大隻的梅花鹿喔 耳朵的耳朵旁邊 耳朵旁邊 頭上面耳朵旁邊 好就貼 好有沒有看到葉子老師有貼一點點斜斜的喔 你看喔 鹿的腳有沒有貼有一點點斜斜的對不對 好你們可以自己練習看一看喔 好記得喔 不要用鹿角顛倒了喔 貼這樣好不好 貼這樣好不好 哇這樣好像一個叉子 叉進鹿 叉到鹿的頭 這樣鹿好像會痛對不對 那個尾巴在這邊 頭在這邊對不對 所以要記得喔 鹿的方向 鹿角的方向 好 還有第二隻 你們有沒有去墾丁玩過 去墾丁的梅花鹿園 看過梅花鹿啊 有機會去墾丁玩的時候 台灣也有梅花鹿喔 哇 可以請爸爸媽媽搜尋一下台灣的梅花鹿在哪裡 葉子老師有去看過墾丁的梅花鹿 好多喔 還可以餵耶 可以餵梅花鹿吃東西 梅花鹿喔 depression 也要吃很多青菜喔 梅花鹿超厲害 還有他可以吃生的紅蘿蔔耶 喔 然後大家吃就к 酷 聞到紅蘿蔔味道就湍過了 哇 還有好長好長的草 他們吃了很多菜菜喔 難怪長得這麼可愛 好 完成之後呢 今天小班的任務呢 就完成囉 好棒喔 我們下次見 小班同學 掰掰 好 你完成梅花露之後呢 好 繼續幫我翻過來 好 有沒有看到 翻到第十頁 好 小班同學 今天還有兩個任務喔 今天我們有四個任務 好 已經完成兩個了對不對 好 繼續看 哇 這是誰呀 也是動物耶 你認識牠嗎 喔 你說 好像一隻馬喔 喔 其實牠不是馬 牠只是還沒有完成的 牠只是還沒有穿好衣服的長頸鹿 長頸鹿都穿什麼衣服啊 對 都穿點點衣對不對 但是這隻長頸鹿好可憐喔 牠沒有穿點點衣服 也沒有塗上顏色 唉 怎麼這麼可憐 我知道我們班小班同學 早上畫日記圖的時候 有好多小朋友會畫長頸鹿喔 喔 有好多小班同學已經 會畫長頸鹿是那個 畫日記圖高手 好 那請小班同學呢 拿出你的蠟筆 好 幫這隻長頸鹿 穿上點點衣服 點點是不是小圈圈對不對 小湯圓 好 拿出黑色的蠟筆 然後呢 先幫牠用黑色的 然後長點點衣服 好 點點衣服 好 點點中間要塗塗喔 好 有沒有 對 葉子老師 你可以畫遠一點嗎 喔 對 我們的點點呢 要畫遠一點 好 再來 所以你可以先 喔 先畫好一個形狀 慢慢畫好一個形狀 中間再塗塗塗塗 中間再塗塗塗塗塗 好 好 要塗滿滿喔 好 有沒有 哇 點點衣 那點點衣有大有小喔 有沒有好大的圈圈 有喔 好大的圈圈 對不對 好大的圈圈 好 也可以塗 有 那有沒有小圈圈呢 當然有啊 有大大的就有小小的 對不對 小小的多畫幾顆 欸 那我考考你們喔 長頸鹿的脖子有沒有點點啊 欸 好像有欸 那應該是小小的 對不對 你可以練習畫半圓形 小班同學可以練習畫半圓形 好 可以練習畫半圓形 好 可以練習畫半圓形 好 可以塗塗 好 那腳腳有沒有點點 有欸 有欸 也是小小的 對不對 好 可以畫圈圈 最後呢 最後呢 哎呀 你的點點衣服都穿好了 對不對 欸 長頸鹿的臉連有沒有點點 欸 好像也有欸 對不對 欸 有嗎 好像沒有 對不對 只有身體有 臉好像沒有 誰的臉連才有顏色 才有黑色 黑色的點點 是乳牛對不對 啊 長頸鹿好像沒有 好 所以呢 檢查看看你的脖子 身體 一 二 三 四 四隻腳 有沒有都幫他 穿上點點衣服了 有之後呢 就可以拿起長頸鹿身體的顏色 是什麼顏色 黃色 好 幫長頸鹿喔 送他原本的顏色吧 好 你就可以 拿出黃色呢 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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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了 葉子老師 你這樣不合格 哦 都沒有住嘛 黃色 哎呀 所以呢 我們一起放在桌子上 好 然後小心的塗 塗 把長頸鹿都塗上黃色喔 有的小朋友啊 我們班的小朋友啊 剛停課的時候呢 然後他就在家裡 一樣早上起來 他起床的時候呢 我們之前來上學的時候 早上是不是都會畫日記圖 對不對 然後呢 他一樣早上起來 哎呀 到了平常我們上學畫日記圖的時間 結果呢 因為不用來上學 所以沒有畫日記圖 結果他就在家裡啊 早上畫日記圖耶 哇 他跟他的妹妹畫那個日記圖 畫得好漂亮好精彩喔 然後呢 還請他媽媽拍照 然後拍給老師看 老師看到他在家裡 早上也有畫日記圖耶 然後他還有錄下來 他跟老師分享說 他今天日記圖畫了什麼 哦 老師覺得好棒 老師覺得真好 不曉得 小朋友你們在家裡 會不會找時間畫畫呢 好 然後腳腳也要塗色黃色喔 好你可以慢慢塗 那我們先 還沒有完成沒關係 那如果你完成了 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我們的長頸路 好 噢 這是我的長頸路 這樣有沒有很像一隻長頸路 噢 長頸路啊 長頸路 你終於穿上正確的衣服了 真是太好了 啊 長頸路好可愛 好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任務 噢 最後一個任務 有三個小丑先生啊 他們在表演喔 表演丟球球對不對 你覺得要怎麼樣丟球球比較厲害 你們覺得怎麼樣丟球球比較厲害 你看到小丑先生他一次丟幾顆球 這個小丑先生他一次丟幾顆球 1 2 3 4 他一次丟四顆球對不對 你看四顆球球 可以連成一條彎彎線耶 相不相信 噓 對不對 哇 那 這個小丑先生呢 我們也送一樣的彎彎線給他 好不好 彎彎線要怎麼貼 一樣彎彎線 有沒有 彎彎線彎彎線 好 我們等一下一樣拿貼紙 貼這個彎彎線給他 好嗎 好 那我們放到貼紙那一頁 好 有沒有看到 下面這一排是不是好多球球 對不對 好 我們把球球都拿下來 好 把球球全部都撕下來喔 你可以先黏在這邊 爪到 他… 那 我不是在羊頭上 然後跟葉子老師一樣都念在手上 好了之後呢一樣翻回來第十一頁 第十一頁 我們要先送球球在這邊對不對 先拿起一顆球 好 請問喔球球要往下丟還是要往上丟 你看小丑先生的手 他往上丟還往下丟 往上對不對 所以你要往上貼喔 再貼第二顆 貼這裡好不好 這樣球球跟球球會不會打架 你看他的球球有打架嗎 沒有對不對 所以呢 哎呀 小心啊 不要讓球球打架了啊 那球球會 哎呀 會丟到小丑 小丑先生的臉 所以要留一點位子 不可以擠擠喔 他們要排隊排好喔 好 再繼續貼 好 哎呀 這條線不見了對不對 那你覺得他丟三顆球球夠不夠 我們還有好多顆球球喔 再往上掌好不好 再貼兩顆好不好 好 再往上貼 注意喔 不要讓球球跟球球 撞在一起喔 好 有看到嗎 對 好 那這個小丑OK了 完成了 那這個小丑先生呢 這個小丑先生他球球要怎麼辦 喔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練習場景錄畫半圓形對不對 那我們這次用貼紙貼一個半圓形吧 什麼是半圓形 好 有沒有看到 一個很像一半的圈圈對不對 這個就是半圓形 好 我們拿球球 試試看貼半圓形 好 貼貼 哇 要丟高高喔 球球不可以撞在一起喔 哇 小朋友你們好厲害喔 你們的球球都會轉彎耶 好 你們的半圓形完成了嗎 哇 小丑先生 就可以繼續厲害的丟球球了 哇 謝謝各位小朋友 你們真是太厲害了 今天四下任務挑戰成功耶 所以呢 我們今天練習了什麼事情 練習了好多大圈圈小圈圈的事情 還有貼圈圈 我們今天練習了圈圈的事情 來練習了什麼事情 哇 哇 混亂七八糟圈圈圈的事情 Y7扭八圈圈的事情 就是畫龍捲風 就是 Y7扭八圈圈 撞在一起 就會變龍捲風 對不對 喔 所以不要忘了喔 你們已經學會怎麼樣畫圈圈了喔 那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哇 你喜歡的玩具 還是你喜歡的東西 有哪一些是有圈圈的 喔 以後日記圖時間呢 你就可以試試看 哇 把那些東西畫下來 也許你已經會畫了喔 因為就是圈圈變成 變出來的 對不對 好 那今天小班同學任務就到這邊 好 不要忘記要眼睛休息一下喔 掰掰